上海慈濟職工的关爱医护 让爱苏醒活动 一个月向来医院很热络 我就建了那个就是 促诗室的华州医院 让爱苏醒的这个促诗区 然后就人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是300多人 所以我们就帮我一起南海 一起往上来 大家一起提心结极 就很快的 就觉得你这点 就很感动了 通过这个疫情 把大家的安心都掉起来了 一张感谢韩 好愿串联人与人之间 人与大地之间 哎呀 你们太辛苦了 自己是很希望 对对对 我们也把这个理念 推广到我们身边的 亲戚啊 朋友啊 让他们也如数饮食 我们在救治那个新冠的同时 我们也思考一些问题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 疾病和饮食的关系等等 热心会传染 医师脱下白袍服务同事 其实我是可以在 食堂这边吃素的 反正我希望就把这个机会 都多让给大家 希望让大家种下一条 普避种子 吃素下来 因为素食里面也有 那个荤食里面 所带有的各种 什么维生素 或者什么人体恐惧的东西 而且可以说 我们可以保护小动物 然后不去食用 如素人口越多 刀组就越清净 十几家医院的素餐盒 由好几家饭店和餐馆 承担制作 你看我们熟食这么开心 没有愿意 看你做 做得好一点 我们这一个月下来 我们对这个素食 也是现在真心的 发生自己真心的 也是非常的喜欢 也说非常谢谢你们 打米粉 侵害健康的病毒存在 人们就要有素不宜迟的行动力 书醒更要延续 达爱新闻 真善美职工上海报导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